大家好 依然仍是我 今次就不是一个新闻预想 今次就分享我自己的购买经历 其实这双鞋 我觉得算是比较少众 因为復古的球鞋很多品牌都在做 但这个品牌呢 在国内我觉得是比较少人去知道 或者是会尝试穿的 但在国外或者日本 会比较多人买的 今次跟大家开箱的这一双 就叫做ASUS 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Jao Kayano 5 OG 它是一个OG的鞋型 它今年也在这个鞋型上做了一个创新 在鞋底上变成全新的缓震科技 今次跟大家开箱的这一双 其实会比较夏天的配色 因为这一双是在Keef和Keef合作的 它有一个吊牌被我拆下来 这个吊牌是在讲这个缓震科技 摸起来比较像一些鎖匙牌的感觉 不是硬的那一双 这一双是来自鞋的后跟鞋的这一双 摸起来的手感是一模一样的 今次跟大家来简单地说一说 这双鞋 因为我对于它专业的知识 应该是不够的 今次偏向于我自己分享的一双鞋 其实整双鞋我之前已经有买过上次的合作 今次的这个合作更多的是一个白色 和一个比较糖黄的配色 可以看到黄色和薄荷绿的颜色 其实鞋面也会比较简单 其实这些车线的边都是会用了一个反光的 在内侧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一个飾的 即是RONI飾 指明今次有一个合作 但是 另一个题外话 就是其实在国外 我一直以为是只有美国发售 但是我之前在Instagram 我看到日本竟然是发售了 这个比较好奇 不知道国内会不会发售 在鞋底其实会细节和颜色更为丰富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有很多颜色 我穿起来 其实跟我今天的衣服有点像 跟大家说 今次有一个简单的分享 不想浪费这鞋 亦想更加多人可以接触到 一个比较偏满的鞋 事不宜迟 我们也是来看看这鞋的上脚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